各位傳媒朋友 政府早前提出的三稅分流方案 我們民主黨是非常保留的 我們認為加幅是太高 紅稅由20元加到40元 東稅由25元加到40元 令到九龍東和新界東 很大量用原本是東稅 以至紅稅的市民的負擔是激增的 我們也是很質疑 現在灣仔不曉道即將通車 其實政府應該看通車之後 港島區和三條隧道最新的交通流量分佈 我們不覺得政府急需在現在做一個這麼大的改動 影響這麼多駕駛人士 我們也希望政府應該全面檢視全港的交通政策 包括現在的私家車輛的增幅 已經是非常之厲害了 由過去十年來計算 我們看到私家車和客貨車的增長是50%的 而我們全港道路的增長 只是在說個位的百分比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辦法應付不斷增長的私家車數目 另一方面我認為政府應該要考慮電子道路的收費系統 還有是不是在道路情況可行的路面 是提供一些巴士專線讓載客輛遠超私家車的巴士 可以幫助大部分的乘客避免失車去到他的目的地 所以我們很質疑政府這次的方案 我們也對政府過往經常錯估交通能 我再說一次 我們也對政府過往經常錯估交通 是假的是不是 好 不好意思再說一次 我也很質疑政府過去不同地區的交通流量評估 往往都有很嚴重的偏差 所以現在基於他們的研究系統去推算三條隧道交通流量的分佈 我很質疑究竟準確性有多高 現在西稅基本上都是可以維持到合理的交通流量 如果在一些緊急情況下 市民要過海仍然是有選擇 我們也擔心如果是紅稅減價 我們擔心紅稅和東稅加價 西稅減價 會令到唯一不失的隧道都會變成擠塞 就令到三條隧道都沒有一條是比較可依賴的 處理緊急的交通需要 好嗎?謝謝